这个香瓜跟西瓜 我们有一些水晶葡萄也熟了 这里来采摘一下 有两个葡萄池 这里也有一尺 这里还是不够熟 你看这个水晶葡萄 就是没有什么高颗气 就是自然果 这里也有一串 还不够熟 这边的阳光 因为这边它比较阴一点 不够阳光 这边的话它就是有一些熟了 我们有个塑料棚这段时间下雨 这里一串串的 准备变透明了 就熟了 这一串好像已经 蛮多水的水晶 还可以 还是不够熟 不会有点露果了 这一串 它一套袋它容易露果 葡萄串丑丑的 但是没有用过激素和蓬大剂 都是葡萄的盐味 看一下这串比较透明 水晶比较透明 没有喷过什么农药的 也没有什么激素的 上面这串啊 哪一串 这串 这串是吗 也是有露果 好像露到这个袋子里边 还要摘摘吗 好了 摘这么多 先摘 哎呦这个是 那种金龟仔什么 这个虫 摘摘了这几串 水晶葡萄 颜值不是很高 丑丑的 但是我们尝了一下 真的是葡萄原来的味道 我们洗一下葡萄 切这个西瓜 是吧 嗯 好 自己种的葡萄颜值不高 但葡萄味很浓郁 这个葡萄 本地的水晶比较透明的这种 嗯 水分比较足 比较甜 如果熟透的 这个比较甜 有些人喜欢吃 酸酸甜甜的 太甜了就不好 如果是熟的 够透明了 就很甜 就是还不够透明的话 就是有一点酸味 用本地的水晶葡萄 这种味道就是 小时候吃的那种 水晶葡萄的味道 过几天我们在摘 熟了很多 看现在摘的这一串 就比较成熟了 它透明中带着黄色 这种就比较甜了 一串串小小的 全部成熟都可以采摘的 也有很多的落果 没有做过任何的药物处理 这个就是颜生态的自己种的葡萄 颜值不高 甚至是丑丑的 但是能够吃出葡萄的盐味 你看这一串还很小 大大小小的葡萄串 这个就是自己家在楼顶种的葡萄 朋友们 你们自己家种有葡萄吗 学习种养技术 关注三妹夫妇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 记得点赞和关注 谢谢观看